我听说下周就会来一个新人 这边是我们托车一步的办公室 各位 在我身边的唐宇慧 正式加入托车一步 大家好 我叫唐宇慧 刚才新来的唐宇慧 这老大唐宇慧怎么还不来啊 徐哥师妹 成长成队呗 都差太多了 那我跟那点 就他了 大家换一下 师傅 你尝尝这个 马上一起吃饭 晚一点吧 我跟陆西静还有话要说 你怎么在这儿啊 都聊完了 以前的那些事情 我没办法跟你说我全都忘记了 但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 这个 我怎么好像听到小淑的声音 我哪有什么小淑 小淑 我把小淑给忘了 看样子是拦不住了 我先回家处理现场 我偷手头 今天给你争取时间 又要过来啊 说跟季总是师兄没关系 但是我发现 他一直盯着季总 他俩觉得有事 师兄是妹 季总的白月光是不是就是他 对了 那个玩偶 他的发型 跟那个娃娃一模一样 这趟宇慧要学历有学历 人还长得漂亮 哎这是什么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唯一男青年 长发披肩的 重点是要懂得跟异性保持距离 唯一同学弟就是这类型 相信啊 你出来 东西是正义好 你每个人不都有理想型吗 什么 你在里面吗 你还是好好处理出来自己的事情吧 理想事业的正义 今天呢是季总到咱们部门的第一个生日 哎呦好痛啊 小图来到办公室一趟 哦好 我在房间一会帮我打掩护 我去换衣服 好嘞好嘞好嘞 谁呢 对了呢 能不能上去 小图发信息收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别动啊 我跟这个暂时等小图 你们家戳我了还有别人呢 我刚才看见一个人影 啥要用刷过去的 你难受 我这次人都已经不好使了 杰总 走 干嘛 东不使呢 我还被人看见了吗 别乱动 自然一点都看不到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啊 不疼 我做你的准老婆 都不知道你过生日 我是不是太不称职了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 在过生日这天 有人陪我一起做蛋糕 蛋糕配配咖啡 嗯 小妮 你不用安慰我 她总是把我们在一起很多年 还有她喜欢我很多年 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抱在嘴上 她没有按照她说的那样 珍惜我们的这段感情 这些成年往事 就不要再提了 小妮 如果我告诉你 我默默爱了你十年 在年龄 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压力 如果没关系 过去的事不提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新的回忆